土行孙归伏稀奇 咒王身边有个名叫土行孙的人 长得就像小矮人一样 土行孙虽然个子不高 却擅长土炖树 一眨眼的功夫就能钻到地底下去 另外他还从师父巨留孙那里偷了一条矿线绳 打伤了江子牙手下的不少将士 因此稀奇将士们对这个人一直忧心忡忡 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正在苦恼的时候 二郎神杨简出了一个主意 听说土行孙是巨留孙的徒弟 要是把巨留孙请来 说不定能想出对策呢 江子牙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 就派杨简去请巨留孙 于是杨简赶紧去了一趟加龙山飞云洞 请来了巨留孙 江子牙非常高兴 马上下令再次出战 对付土行孙 到了战场上 江子牙故意藐视地冲着土行孙大喊道 土行孙 你还敢跟我打三个回合吗 土行孙听了非常恼火 心想 小小的江子牙 我怕你不成 看我怎么对付你 一边想 一边拿出困仙绳 就一蹦一跳地向江子牙冲了过来 就在这时 巨留孙突然从江子牙的身后冒了出来 土行孙 土行孙看见师傅来了 吓了一跳 赶紧停住了脚步 准备钻地逃跑 巨留孙早料到土行孙会使这招 就手朝地上一指 说了一句 不要走 看你往哪儿跑 这一下 土行孙周围的地面变得比铁还要硬 他磕破了脑袋也钻不进去 急得团团转 杨简等人见了 赶紧上前捉住土行孙 并将他绑得严严实实地 交到了江子牙和巨留孙的面前 巨留孙知道 土行孙之前所干的事情非常生气 就大声训斥道 该死的家伙 偷走我的困心 神不说 还助纣为虐 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着 就要狠狠地教训土行孙 土行孙吓得大叫饶命 还连连叫嚷着 自己是受到申公报的蛊惑才这样的 江子牙一听见申公报的名字 赶忙拉住巨留孙 让土行孙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出来 原来那一天 土行孙正走在路上 迎面遇到了申公报 申公报看见他会一些法术 就对他说 你这样的人才 要是愿意为咒王效力 就一定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土行孙一听非常高兴 于是一时鬼迷心窍 就投靠咒王那边去了 不过现在他知道了 咒王残暴的本性也就后悔了 江子牙觉得土行孙本性还不坏 而且还有些小的才能 就决定不杀他 土行孙非常感激 答应留在江子牙的身边 帮助西齐讨伐商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